各位亲友大家好 这次视频主要是来填坑的 那么之前在动态里面说我要评测培琴 那么来了 这次视频我们来评测培琴 那么这张琴是我朋友在八九年前通过一个中间商买的 那么这个中间商还是在当时乃至现在还是小有名气的 所以这张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是培琴宝先生的青桌琴 但是很奇怪的是 在这张琴的腹腔内 没有找到培先生的签名和制作日期 那么在凤爪的位置 是被一个上弦器挡住了 是我朋友自己加的 那么我也懒得去拆它 因为一般来说不会把签名签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张琴在腹部没有发现签名和制作日期 所以如果培先生不小心刷到了这个视频 麻烦你可以在弹幕里或者是评论区告诉我 您的琴的签名通常写在什么位置 然后是怎么来辨识您的琴 或者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 但是在琴的背面的腰身这里是有一个转刻的写的 陪百文琴 也许培先生的琴是以这个来做一个辨识的吧 所以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么另外呢 这张琴当时买的是六万块钱 现在裴金宝先生的轻酌琴呢 应该是要到20到50万之间 那么当然是应该是不同的品质有不同的价位 那么也就是说我朋友这张琴呢 总体来说呢 在这些年之间呢翻了四倍左右吧 四倍左右 那么这个琴的增值是我们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一般来说呢 如果是一张轻酌琴 裴先生他一年的量也就应该是固定的 因为裴先生我们也很少听到他说有兼制或者是怎样 那么一般来说呢都是他轻酌了 那么如果想要买他的琴的人多了的时候呢 自然他的琴的价格也就会涨上去 所以呢自然而然的他曾经做过的琴也会水涨 船高因为都是他的琴嘛 所以当过于球的时候 这些琴都会随着跟着涨 这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市场的逻辑吧 所以大家琴的价格高怎么来看待的话 那么都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也不是我们说的算的 就是他的成交价格就是市场价格 做工方面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张琴看起来比较秀气一些 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有一个像明琴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啊 比较秀气 然后这张琴呢整体秀的是一个黑漆 那么黑漆呢它表面上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呢 在我刚刚拿到这张琴拿回来以后 我要做一个表面的清洁的时候 用酒精擦拭这个表面的时候 发现纸巾上面是被染黑了 那么应该不是琴的灰的黑 因为我已经擦了好多遍了 那么我怀疑是它面漆有掉漆的情况 但是这张琴也已经过去了8年左右 9年左右 这个情况 我是个人觉得是非常奇怪 我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掉漆 但是我的纸巾是黑了 我们放下这个暂且布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 首先这张琴的侧部呢 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断裂 断痕 这个跟裴先生没有关系 这个是跟我的朋友有关系 是他自己撞到的 然后在龙银的这个位置 我朋友觉得这个琴的下准呢 是略微抗指 所以呢它自己磨掉了 磨平了一些 磨低了一些 然后呢就抗指的情况有所改善 那么从磨掉的灰胎露出来的灰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果布 是有果布的 所以呢这个张琴的工艺呢 还是做到位了的 这张琴的木头呢 看起来还是比较老的 不是一般琴所谓的百年老山木 整体表面发黑 看起来不像是被火枪烧过的痕迹 那么在腹枪内部侧面呢 可以看到面板上面 有一些惊天不过的小虫洞 那么看上去呢 这张琴的选材还是比较讲究的 另外就是这张琴呢 本身上的是钢弦 那么我朋友觉得呢 在大弦 也就是一二弦呢 它的言音过长了 我朋友觉得言音过长了 所以它就换成了冰弦 那么接下来我有一段录音呢 是用这张琴弹的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音色的参考 这张琴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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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结合录音来说一下这张琴的 我个人的对于音色的一个感受吧 首先这张琴的声音比较小一些 所以呢不太适合生活中 抵造比较大的环境 也就是说比较适合安静 特别安静的场所来谈 声音还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散音比较有力量 然后暗音呢就会欠缺一些 感觉震动不是很明显 因为这张琴呢也比较重 大概是有八斤左右的样子 然后尤其是在天地柱的位置呢 就震动会再下降一点 就是没有其他部位更那么灵密 然后呢适合指力比较大的人 就我指力就比较小一些 所以呢我配不上这张琴 不不不我不适合这张琴 那么这张琴呢我听完录音以后呢 我的感觉是录出来的声音呢 明显比我实际中感受到的声音呢 要好很多 也许是录音这个更灵敏一些 细节听得更丰富一些 好最后总结一下这张琴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指力比较大的人 然后喜欢金石韵的人 然后六万块钱买的行 我朋友大概现在涨到二十万的话 翻了四五倍 感觉还是蛮划算的 那么最后呢 再挖一个坑 下一次呢我们来评测青桌的泥形 这一次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